不管是簡單的正手回球 還是有機會上網 反手打出強勁的穿越球 球場上這位年僅三年級的小女孩 邱星喬拿下四圍盃三連霸 而另外一位小六生 真汪贏爆發力更猛 這一次的打法和以前不太一樣 就是有屬於比較穩定 所以我覺得打穩定一點的 可能比較容易 所以我這次就照教練的指示打 上半身放鬆 然後力量來自於腳 等一下我們訓練正拍 以及等一下反拍 小選手專心的聆聽教練指導 而負責指導的教練也是帶有來頭 是國內前職業網球兄妹黨 陳迪和陳怡兄妹 這些比賽也讓基隆的發展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長青組也更活絡 那小朋友也可以看到越來越多 我們也去舉辦像韓令營 鼠令營 增加更多的孩子們打球 那從中去挑選比較有優秀的孩子們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也是當初也是 父親給我們的這個30年的一個使命 我們也希望我們現在也是慢慢到中生代 我們可以把我們自己的經驗傳承到下一代 今年40歲的陳迪過去有網談模範聲稱號 曾經代表國家隊參加15年 總共24次台圍杯比賽 事實上最久 而小他3歲的妹妹陳怡 曾經被封為國內網談漂亮寶貝 境外已經轉換跑道成為金融市議員 但仍然持續栽培後進 我看到星橋很像看到我以前的自己 因為他很害羞 這次呢星橋就是又奪冠 其實我真的內心很開心 因為以星橋在他的年紀 他是一個手長腳長 而且會堅持到最後的選手 而且他自我要求跟自律都很足夠 那我看到他呢我就看了很欣慰 身為教練這個球隊的總教練 那我們的願景就是希望這一群小朋友 未來也是可以朝向我們的基隆前輩們 像陳迪啊陳怡他們那些職業選手一樣 希望以後也是有可能達到他們那個成就這樣子 球場上議長同志偉也下場小吃身手 同樣曾經受過陳迪 陳怡父親魔鬼訓練的他 對於陳迪 陳怡兄妹 這幾年培育不少基隆優秀選手感到相當驕傲 我還記得我這個國一國二的時候 也在這個我們這個陳老師的這個帶領之下 也在這個中正公園 那時候是田徑場那邊打網球 訓練網球 那時候我們陳迪跟陳怡已經是國手 他們兩個已經是國手了 那我還記得這個魔鬼訓練就是 我還記得印象非常深 陳怡有一次比賽回來 然後剛好他回來我們在練球 然後陳老師就叫我們去跑操場 我大概跑了15圈左右 我自己覺得已經達到了我的人生的巔峰 但是陳怡呢他跑到37圈才停下來 因此我就被陳老師罵了一頓 說人家女生跑成這個樣子 你這麼早就在休息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 然後只要操場跑不夠就去撿球 議長同志偉說 希望能和同為明代的陳怡一起打拚 短期目標是將室內的球場整修完成 長期是希望爭取更多的資源 積極地培育基隆的網拳選手 獲得更好成績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